阿里巴巴創办人马云进军生鲜市场 买下润态集团旗下中国大润发持股 野心勃勃之余也透露电商产业正面临平静 这真的是2017我吃过最好吃的脆面 瞄准素人直播多了亲切感 电商业者抓紧眼球商机 跨界和网路电视平台合作 将直播内容导入电视 观众扫QR Code就能购买 省下克服人力及时间成本 七成的订单现在是来自于行动装置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网路电视的普及率跟崛起 它有8.5万的家用户 那么我们期望是透过跟他们的合作 把我们的直播透过一个新形态的方式 在电视上播放 那去获取就是最后一笔录 电商业者隐忧正式消费者 摸不到实体粘着度无法提升 转供电视平台试试水温 期待走进家庭客厅找到新客群 传统电视工作最大差异 我想差异就在于大数据 因为我们是网路行为 所以我们所有的资料用户分析 我们通通都可以在云端来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进一步了 针对用户的喜好 包括说行销需求 或者是我们品牌商品的一些广告需求 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 就是包括说研发或者是把它优化 新电视购物模式透过大数据 更精准掌握消费课层 一方面拓展年轻市场 另一头也触及消费力较高的电视收视群 要在虚拟和实体间照出蓝海 欢迎新闻红星雨零零台北报道